前几年从老家扯的几个胡萝卜 今天我做一个胡萝卜烧排骨 先把排骨焯一下水 焯好了用热水冲一冲 自家种的胡萝卜新鲜健康 我就不削皮 把这个胡须和头削一下 然后把它刀成小块 材料准备好之后就起锅烧油 因为这个排骨比较瘦没有肥肉 所以我要多放一点油 平时就转一圈 今天多来几圈 再来一圈 圈圈圆圆圈圈 天天捏捏天天的 今天要扫排骨 咱们把排骨在锅里面翻炒 因为是跟胡萝卜一起弄 胡萝卜是甜的 咱就不用炒糖色了 炒糖色多麻烦啊 要想排骨颜色好 老抽酱油少不了 酱油一加 这个颜色就是好看啊 然后这时候咱们再加水 一碗不够还得来一碗 因为待会咱们要煮得很久 这样排骨才会软了 来一坨豆瓣酱 姜片 大料 辣椒 意思一下放两个得了 然后咱们盖盖开始煮 煮到这个水大开 就是锅里咕噜咕噜冒 大泡泡的时候 咱们就加胡萝卜 我觉得胡萝卜要煮得 特别的软嫩入口即化 才是最好吃的 所以咱们把它煮久一些 现在水已经煮掉一半了 然后咱们就加盐 难得 把调料翻匀一点之后 咱们还继续煮 用小火煮这次 当锅里听到滋滋滋的飞腾声 证明是汤水收得差不多了 咱们就加蒜苗 把蒜苗袋一起翻炒几下炒熟 好香啊 咱们该起锅了 家人们 胡萝卜可是我的哪首菜呀 看看 排骨非常软嫩 胡萝卜入口即化 汤汁也很浓郁 我今天做的这个 胡萝卜烧排骨 怎么样呢家人们 嗯